男人嘴里说着冷静 可面对女人炽热的疯狂进攻 他还是放弃了抵抗 就在他们望我私养的时候 一声碎裂的声音打断 迎秀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男女 迎秀的妹妹智秀 是众多普通家庭主妇中的一员 终日围绕着家庭忙忙碌碌 日子虽然乏味 但智秀却觉得非常踏实和满足 华英是智秀的高中同学 早年移民美国成为整形医生 但后来丈夫自杀事业破产 跌入人生低谷的他之身回到韩国 智秀把他当作最好的朋友 不仅经常过去陪他 每次家庭派对的时候也都会邀请他 华英总会盛装打扮前来参加 秋波流转异常妩媚 可今天的情况有点异常 俊飙进屋拿烤土豆的时候 华英借口跟了进来 短短几分钟的单独相处 孤男寡女便热火朝天了起来 却被刚好进屋的姐姐银绣撞见 很快银绣咬近下来 如果妹妹知道了这件事 那个傻丫头一定会想不开的 华英只高气昂地走了出去 气得银绣咬牙切齿 华英出去后大口地喝着混酒 面对智秀关心地询问 他居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银绣看不惯他的嘴脸 对着迟到的老公发了一动语 然后匆匆离开 本来开心地聚会不光而散 华英喝得微醺 智秀让俊彪务必把他送到家门口 俊彪一时心情非常复杂 华英的聊不让俊彪再次沦陷 电梯门缓缓打开 他们已经再次纠缠在一起 回来后的俊彪心不在焉 被智秀一眼看出 可他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而关心起华英 今天喝酒的样子看起来心情不好 俊彪在书房给华英打句电话 现在的他也烦躁不明 华英却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俊彪希望大姨子和保守秘密 这样对所有人都是件好事 可华英却突然问他 那我怎么办呢 另一边银秀怎么也睡不着 他越想越生气 决定上门为妹妹讨个说法 面对银秀的格骂 华英不露反笑 银秀大骂他是个神经病 这种时候不应该是低声下气吗 银秀终于忍不住大打出手 可华英依然不肯放弃 银秀只好改变策略 说志秀把他当最好的朋友 怎么忍心对待那么善良的人 第二天华英把被打的是告诉俊彪 男人马上过来安慰 华英问他接下来怎么处理 俊彪却表示不愿意破坏家庭 银秀着实被华英气得够呛 他先是到学校找到俊彪 献他在一周内处理好和华英的关系 因为自己快被逼疯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说漏嘴 然后他又把华英喊出来 当别人越焦躁不安的时候 他反而笑得越开心 银秀退还给他租房的押金 让他赶紧搬出这里 并表示刚才俊彪已经答应会和他结束 银秀苦口婆心地劝他 离开这里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但华英却不以为然 他表示不能接受这笔押金钱 因为这钱是你的妹夫俊彪帮他 华英又得意地笑了起来 那一副欠揍的样子真让人生气 晚上银秀来到妹妹家 得知俊彪又不回家吃饭便问道 姐姐的直白让智秀有点羞恼 银秀却不依不饶追问 智秀表示理解老公因为工作压力大 所以习惯转过身子直接睡觉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俊彪此时正和华英在一起 华英问他准备怎么出意 俊彪有点退缩 他不想放弃智秀破坏家庭 华英生气地起身要走 却被俊彪一把拉招 一番温柔的缠绵后 华英希望俊彪帮他搬到别的地方 晚上智秀想起姐姐的话 果然俊彪受了声 很累便背对着他 他把情况告诉了姐姐 银秀试探性地问他 如果俊彪在外面有人期待你 会不会想不开做傻事 智秀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想 因为俊彪一直是个善良正直的人 和他无比信任的老公 却抵挡不住对华英的私密 骑着脚踏车飞速赶往他的身边 而华英也正在想着他 华英卑微地表示 不会要求他抛弃家庭 只要每周能见上一两次就会满 直到互相厌倦对方的时候 俊彪答应帮他重新找朋友 这样他们就可以每周偷偷见面 华英的心情马上好了些 第二天华英告诉盈秀 他和俊彪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盈秀虽然有些疑惑 怎么会结束的这么点 但还是庆幸在智秀知道前处理好 晚上智秀来找华英 华英突然问他 智秀说幸福这两个字 总是给人一种很不安的感觉 好像很快就会消失 智秀听说华英要离开非常不舍 他希望华英能走出挫折 重新振作起来积极面对生活 可华英很讨厌他的关心 让他不要再做这种 倒胃口的天使行为 回去后智秀给姐姐打句电话 告诉他华英要离开这里 一个人到处漂泊 一定会很孤独 他很想把华英留住 拜托姐姐帮他找个 合适的再婚对象 盈秀对妹妹非常无语 明明自己被华英无情地背叛 却还时刻想着怎么关心他 被姐姐教训了一顿 智秀又进屋去找老公俊彪 问他学校里有没有合适的对象 可以介绍给华英 俊彪也被他搞得无语死了 可智秀口中可怜的闺蜜 第二天却笑颜如花 和他的老公俊彪一起去看新租的房子 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俊彪突然接到智秀的电话 他忘记没气的开关是不是关了 让他去确认一下 虽然他现在根本不在家里 但还是不假思索的撒谎已经关好 他们腻在一起直到横满 俊彪赶到丈母娘的祭拜现场时 已经迟到了快一个小时 智秀回去后有点生气 他更是发现煤气根本没关好 俊彪却恶人先告状 智秀低声下气的道歉 表示自己以后会更加小心 他向最好的闺蜜诉 华英告诉他这个时候不要忍让 智秀却不以为然 另一边银秀并没有相信华英 果然收到了他们还在一起的照片 银秀把照片拿给老公达三 男人被这个消息刺激的兴奋起来 达三把俊彪约了出来 告诉他也了解他和华英的关系 华英可是智秀最好的朋友 俊彪一言不发地喝着酒 听达三说完 他才淡淡地表示和华英的关系已经结束 达三这才告诉俊彪 银秀早就派人跟踪他们 知道了他们一直还在偷偷约会 俊彪听后惊慌失措 银秀男人怒火再次找到华英 看着他一脸不在乎依旧满嘴谎言 银秀起了一巴掌打过去 华英看到那些照片惊呆了 银秀威胁要把他和俊彪送进监狱 华英却不甘示弱 抛起平比过用力的砸向银秀 银秀彻底被他激怒了 使出柔道功夫与华英展开搏斗 把华英打得倒地不起 银秀走后华英打电话给俊彪 可一直无人接听 他不甘心地看着自己被打肿的脸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第二天华英带着墨镜来到智秀家中 智秀觉得非常奇怪 华英便把眼镜取了下来 告诉智秀是被你姐姐打了一顿 智秀还以为他和姐夫发生了什么事 华英有点想笑 你男朋友 我你男朋友爱你 你男朋友爱我 华英笑他是装笨还是真的很笨 四十岁的男女相爱 还只会单纯地牵着手去游乐园吗 智秀问他在哪里上跑 在酒店 在家里 在很多的地方 没有具体算过但应该很多次 一星期两三次的样子 智秀的呼吸逐渐变得急促 华英有点慌乱但很快便冷静下来 他找出来一个塑料袋 指导着智秀如何正确地呼吸 智秀的呼吸慢慢恢复正常 华英终于松了一口气 智秀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你为什么要亲自告诉我呢 因为我不想被银秀打死 第一次我没有还手 可我没有理由承受第二次 智秀依旧耿耿于怀 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你在报复吗 华英说你对我很好 我的亲人都没有你对我这么好 可这真的无法抗拒 就在这时 银秀也匆匆赶到这里 看他背弃的暴跳如雷 华英又得意地大笑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不出去 不久后他又突然返回 告诉他如果智秀出现呼吸急促 记得用塑料袋套住他的嘴 这么多天一直像个傻子一样 还张罗着帮华英介绍对象 智秀质问姐姐为什么不早告诉他 银秀心疼地把妹妹搂在怀里 此刻他们都恨极了男人 华英回到家里 坐在浴缸里失声痛哭 他知道为了得到一份夹缝中的爱 自己将会失去更多 智秀表示自己不会想不开的 打发走了姐姐后 他却再次忍不住掩面哭泣 婚姻的背叛带给女人太大的伤害 华英把事情告诉了俊彪 俊彪匆匆赶过来对着他怒吼 可看到华英脸上的淤青 他还是心懒下来了 俊彪表示不能再继续下去 华英却说自己人生第一次尝到爱情 他不会轻易放弃 明明两个人是共犯 凭什么只有我自己受到惩罚 所以你有回去接受代价的 俊彪却再一次退缩 智秀是跟他生活了十年的妻子 也是孩子的妈妈 所以他不想再继续下去 俊彪不知如何面对智秀 他找到经验丰富的姐夫求助 打三让他低着头进门 然后飞快地跪在智秀的面前 像只苍蝇一样不断地搓手求扰 可俊彪刚到家准备道歉时 智秀却不想跟他说话 此刻他的心像被掏空一样难受 他来到华英州的地方 看着客厅摆着偌大的沙发 智秀不想坐在这个肮脏的地方 华英却表示无所谓 一张沙发而已 智秀问他你考虑过我吗 你最低落的时候我那么帮助你 可华英却表示 他们的爱太过于炽热 炽热到对你的存在根本无所谓 华英让他不要总装成无辜的天使 让自己产生愧疚的负担 干脆像姐姐银秀那样骂他一顿 智秀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声掳骂 表示绝对不会原谅华英 单纯的智秀怎么会是华英的对手 他只好亮出最后的武器 俊彪已经向我道歉了 可华英却一眼看穿 你就是不相信他的话才来找我的吧 智秀一下子呆住了 他像失去了灵魂一般离开这里 原来自己在老公的眼中如此不堪 他回去后向俊彪提出分手 俊彪觉得非常郁闷 他打电话质问华英 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华英却大笑着表示说的都是事实 俊彪无语地想挂掉电话 华英却突然问他 俊彪只觉得此事非常头大 银秀还在尝试着安慰智秀 一定要选择黄道吉日 到华英家里把那该死的沙发砸烂 这反而让智秀觉得更加伤心 俊彪还想和智秀好好谈谈 可智秀却不让他进屋 他喝着酒蹲坐在智秀的房门外 慢慢向智秀敞开心扉 他多么希望智秀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和华英迟早都会结束 很多次有这样的想法却一直做不到 男人喝最后的真话 让智秀心痛的呼吸再次急促起来 他赶紧跑出来找到塑料袋 学着华英叫他的方法慢慢调整 智秀非常不甘心 自己二十年的努力只是一个笑话 只要一想到华英的嘴脸 他就莫名其妙地想发脾气 对自己 对俊彪 对姐姐 他像个炸弹一样随时都会爆炸 婚姻的背叛 把一个善良的女人折磨得面目全非 俊彪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这段时间也一直躲避着华英 可华英的思念已经逆流成河 俊彪下得赶紧挂断电话 晚上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儿子突然语出惊人 俊彪和智秀都非常惊讶 庆明说自己不是小孩子 知道爸爸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但父母既然把他生了下来 就应该负责到底 庆明的话动摇了智秀离婚的决心 他告诉姐姐明秀 以后要为了自己喝而走 他又去找华英 让他不要再介入他们的家庭 自己不会和俊彪离婚的 但是华英思考了一会 却说出一番让人震惊的话 智秀一下惊呆了 他的三观被彻底的震随 可华英却告诉他 你不同意离婚 其实已经接受了两个半人一起生活 再多半个人也差不了多少 华英把今天的事告诉了俊彪 男人此时进退两难 他一直犹豫就是不想做出选择 可华英却步步紧逼 晚上俊彪想亲近 却被智秀一把推开 智秀问他当初的那份爱去哪了 他说已经随着婚姻慢慢枯萎 这句话让智秀心寒到全身发抖 他心中的小恶魔仿佛也要觉醒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姐姐 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姐姐安慰他 被背叛的女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然而更可怕的是 智秀刚产生这样的念头 一个精壮的男人就及时地出现了 在姐夫的建议下 俊彪决定和智秀出去旅游散心 这个总是借口很忙的男人 终于第一次带上老婆出去放松 虽然表面上若无其事 可智秀的心已经被撕成一片一片 再也没有复原的可能 而两个人的交谈 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心平气和 回到酒店俊彪去洗脏 智秀整理衣服时发现他的手机响了 打开居然是华英发来的短信 原来他们一直还有联系 智秀一时恍惚差点站立过 可随后他振作精神 用俊彪的手机给华英回去短信 华英顿时洗上霉烧 坐上出租车匆匆赶去 化妆都来不及只能在车上完成 而智秀则一个人黯然离开 当俊彪准备出去寻找时 却发现刚下车满面春风的华英 他这才知道智秀为什么消失 男人此时快要疯了 可华英却不以为然 华英说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所以不需要再压抑 俊彪傲恼怎么会忍不住和你联系 华英却告诉他 他的心被扯成两半疯狂挣扎 一边是不想失去智秀 另一边却是对华英痛苦的思念 智秀一个人思考了很久 终于决定和那个精壮的男人见面 那是结婚前的一个同事 他们聊起了朋友间的家常理短 之后又一起喝酒 智秀吐露了自己感情方面的苦恼 男人也表达了他的爱念 故意会智秀有点喝醉 他提出想去参观男人的化室 男人笑着说下次一定 智秀却突然语出惊人 见到男人好像被吓住了 智秀不禁懊 可对方犹豫的样子 让他怀疑自己是否如俊彪说的那样 没有一点女人的感觉 可男人却坚定地说你很女人 如果你没有结婚 我一定会把你拒为己有 他劝智秀不要这样做见自己 智秀翻人醒悟后匆匆逃离 终于等到了智秀回来 俊彪却恶人先告状 我说不会结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智秀让他闭嘴 他怎么可能还会相信这个男人 第二天智秀提出离婚 男人却厚言无耻 他说自己多么努力在维持 可你非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智秀随后叫来华英 表示在儿子上大学之前 他和俊彪不会办理离婚手续 俊彪依然要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 这下正如你所愿 三个人真的要一起生活了 看着从天使被逼成恶魔的智秀 华英再次放出狠招 智秀让他赶紧生意的吧 这样庆明就会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了 智秀叫来搬家公司 把俊彪的东西都搬到华英那里 姐姐过来想劝说 可智秀死也不想再继续下去 儿子明显的失落让他们心如刀割 可智秀还是赶走了俊彪 男人却天真的不走 智秀的拒绝斩钉截铁 这个男人还有什么值得自己宛容呢 一个家庭轰然倒塌 另一个女人却在欢庆胜利 她都无耻和残忍 只为了那个男人尽快走出魔龙两耳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 再也不用思念成河 他终于可以完全拥有那个男人 可华英一遍便拨打着电话 俊彪始终都没有接听 于是他便把电话打给了智秀 智秀不想和他说话挂断电话 上楼发现儿子还没有睡觉 这段婚姻的失败 同样也带给孩子深深的伤害 智秀搂着儿子说着对不起 可此刻他除了哭泣还能等办呢 华英终于等待俊彪的短信 他急忙拨通俊彪的电话 原来这个可恶的男人 竟一个人躲到偏僻的小岛平静心情 看到海滩上开心奔跑的母子 他的心中隐隐作痛 华英终于也找到了这里 可俊彪说不会跟他住在一起 华英有点失望却表示理解 华英说难道我就不难过吗 他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可恶了 可爱情让人自私 不如索性一块道德 哪怕被谴责致死 他却早已做好了燃烧自己的准备 两人回到家中 华英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他对即将到来的生活充满重点 可他没想到 这并不是他们幸福的开始 华英憧憬着幸福的未来 可俊彪却好像满腹心事 他借口出去办事来到原来的家中 是的他想念孩子了 可智秀却冷冷地告诉他 这里已经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 俊彪在门口待了好久 一直等到夜深他都没有回来 华英突然有点难过 可以听到俊彪开门的声音 他马上破提微笑 他雀跃着跑进男人的怀里 这份好不容易得到的爱情 怎么会不害怕失去呢 华英终于安心地睡着 可半夜却被一阵急促的电话惊醒 俊彪的儿子生病了 他穿上衣服忙不迭地赶过去 留下华英一脸的无可奈何 终于有惊无险地回到家 可刚把孩子放到床上 智秀便冷漠地让他马上离开 俊彪死皮赖脸地留下来喝杯咖啡 他说智秀是一个满分的妻子 可自己却迷失在每天的一成不变中 智秀非常不解 生活怎么可能时刻怦然心动 就在两人快要吵起来时 华英突然打来电话 他让智秀尽快把俊彪送到他身边 并怀疑孩子真的生病了吗 智秀背弃的火冒三丈 骂他真是个无可救药的恶毒女人 华英盯着闹钟一直到天亮 俊彪终于回来了 这些年一直都是智秀带孩子上医院 他终于理解家庭主妇的心 第二天早上醒来 华英精心准备了西式早餐 俊彪却好像并不喜欢 俊彪要出去上班了 华英却依不舍 男人拿出一个信封 告诉他里面是这个月的生活费 华英一时有点感动 原来这个表面坚强的女人 渴望的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幸福 华英突然来找智秀 为那天怀疑孩子生病的事道歉 因为没生过孩子 所以不知道那种感觉 但你真的没有一点报复的想法 智秀仿佛被戳中了心思 有点羞恼让华英赶紧离开 华英让他以后再有事情找俊雕 跟他联系就好 因为你已经把他让给我 现在他是我的男人 智秀被他气得有点愣住 华英留下这句话走了 智秀仿佛触碰到了他真正的灵魂 智秀跟着姐姐去健身做美容 可华英说他会下地狱的那番话 却让智秀觉得他没那么坏 而那个如堕落天使般的女人 也减掉双翼加入了凡夫俗子的行列 每天围绕着柴米油盐 唯一不变的 是对那个男人如初恋般的思念 男人说今天就算天塌下来 也要开始认真工作 可华英一个风情万种的眼神 便让他控制不住缴械投降 可好是又被一个意外打断 俊彪所在学校的校长突然去世 因为校长夫人特别喜欢智秀 所以必须带智秀过去 华英觉得非常失落 自己终究只是个见不得光的存在 而看着葬礼上贤惠的智秀 俊彪一时也是思绪万千 华英左顾右盼地等他回来 像一只等待主人归来的可怜小狗 所以俊彪回来时 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跑去迎接 只是不停地追问怎么回来这么晚 早上华英准备好咸菜 可俊彪却嫌这咸呢 男人的心思被一眼看穿 他只好尴尬地解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擅长的事情 这边华英被哄得喜笑颜开 那边的智秀却愁眉苦脸 营秀劝他在想想与俊彪和好的事 智秀却态度坚决 已经躺不去的活 不应该两次弄失自己的双脚 姐姐无意间说漏嘴 之前俊彪给华英租的豪华别墅 花了好几千万韩元 智秀一下被激怒了 自己还为他考虑只要了很少的赡养费 华英短短几个月可以拿那么多 我伺候了你十年 必须把全部的存款都给我 不然就告诉你的父母 俊彪一下子被掐住了命门 虽然顺利地得到了一大笔钱 可智秀却觉得很难受 周末俊彪的父亲突发奇想 要所有家人一起陪他外出赏花 就在他们其乐融融的时候 华英却独自在家学着做泡菜 可他怎么也做不好 正烦躁的时候 蝙在美国的妈妈突然打来电话 责骂他抢走智秀的老公 华英终于忍无可忍发作起来 华英最无助的时候 那个本该带来安慰的男人 却不得不陪伴在家人的身边 俊彪脾气古怪的父亲 甚至只有智秀陪着才会觉得高兴 老头子郑重的命令 俊彪一时苦恼不已 他希望智秀帮忙劝劝父亲 可智秀却觉得能坏了华英的好事 自己为什么要阻止 大姐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开心不已 智秀又开始内疚 这样对他们是不是太残忍 可半夜看见俊彪偷偷溜了出去 他觉得这个男人真是疯了 突然看见俊彪回来 幸福来得太突然让华英一场欣喜 男人说只有三个小时 父亲四点起床前必须赶回去 可华英依旧笑容不减 男人却带来坏消息 如果违背父亲的意愿 可能会失去家族财产的继承权 华英眉头紧锁 自己想得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幸福 可老天为什么处处刁难 第二天华英找到智秀 请他帮忙劝说一下俊彪的父亲 跟他住在一起你不是也会痛苦吗 可智秀却无所谓 把他当作走来走去的人形禽兽就好了 他再次抓住智秀善良的弱度 说自己多么可笑又可怜 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只能每天在家苦苦的抖着俊彪回来 解副达三也在劝说俊彪 为了保住财产继承权必须回去准 可俊彪反问他 智秀一点不想看到自己 而华英却没有他根本活不下去 该选谁不是显而易见了 可这个嘴上说的好听的男人 回家却对华英各种嫌弃 说他做的炒饭太硬 听歌的声音太大影响自己工作 甚至华英被冷落想撒娇一下 都被男人借口工作拒绝 而这些事情 哪一件不是智秀曾经天天面对的呢 早晨华英正坐着早餐 智秀突然打来电话 老头子紧急召见俊彪两口子过去 俊彪通宵工作不想起床 这一生老婆让华英心情复杂 男人解释只是叫顺口 可华英听着却觉得异常刺耳 智秀只好一个人来见老英 虽然他想报复华英 可终究没有完全卸下天使的翅膀 他好说胆说 终于让老爷子放弃住在一起的乡 俊彪知道后欣喜不已 然后打电话由衷地感谢了智秀 智秀心里却开心不起来 他和姐姐一起逛超市 却看见华英和俊彪也在这里 大姐忍不了冲上去大骂 这就是平时总借口工作吗 从来不和妻子逛超市的大学教授吗 华英想要逃走 却被银秀抓住拉倒在地 两人被超市众人围观脸都丢尽了 智秀看不下去了让他们快逃 俊彪回去后大发雷霆 可华英却反问 我没有羞耻心还不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冷静下来后俊彪安慰他 已经不用搬去和父亲一起住了 言语间却都是智秀的功劳 华英又背弃地不想和他说话 俊彪叹了口气 然后给智秀发去一条短信 正在这时华英突然到访 他向智秀诉说自己的孤独 那个人吃完晚餐就回书房工作 自己则无事可做 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可是能想到倾诉的人居然只有你 他自怨自意地说 这是自己做了盗贼应该受到的惩罚吧 再次回到家中 华英的心情已经好了不少 洗了个早打开了音乐 可俊彪却嫌声音太吵 华英只好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 男人却想念起了智秀 那个姐姐过来都怕打扰到自己的女人 和华英的差别太大 第二天他们又为衣服产生争执 华英非让他穿得鲜艳一些 可俊彪已经习惯了古板的穿着 两人各退一步 他最终还是戴上了粉色的领带 开始了一整天的不自在 儿子庆明的生日快到了 可他却并不想庆祝 智秀觉得很难受 破碎的婚姻一直深深地影响到孩子 虽然经常不如意 华英依然努力地经营这份感情 他上网学习做菜 然后满怀期待地等着俊彪回来 可弟弟带着母亲突然过来 打乱了他的计划 他不想让俊彪看见讨厌的家人 便带他们出去吃饭 并让俊彪自己在外面解决晚餐 郁闷的俊彪再次想起智秀 厚着脸皮过去蹭饭 他狼吞虎咽连吃了好几大碗 把智秀都看傻了 他把自己微妙的感觉告诉自己 晚上回到家 华英搂住俊彪发现他的肚子鼓鼓 得知他是去智秀那里吃的晚餐 他又不开心了起来 虽然自己刚学会一道蒸土豆 还是迫不及待拿去让俊彪品尝 可男人刚吃过前妻的美食 对这土豆哪里还有兴趣 华英说那你待会陪我出去走走 天天窝在家里等你回来 回来却只顾着工作把我晾在一边 俊彪却非常为难 因为待会他要给庆明过生日 俊彪坚持要过去 华英却让他取消约定 自己承受被人揪住头发的侮辱 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爱情吗 这就是你对我努力付出的回报吗 当轰轰烈烈的爱情慢慢走向争吵 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呢 华英觉得心很痛 本以为拥有了他就拥有了全世界 现实却给了他迎头痛击 可毕竟是自己选择的路 再怎么痛也要坚持走下去 当那个男人说会尽快赶回来时 华英还是默默藏起了眼泪 男人带着鲜花回来 他却扯下花瓣一片片丢进浴缸 男人说太残忍了吧 华英却说比你对我更残忍吗 阴魂不散的妈妈又来找华英 他要带华英回美国 有个刚离婚的大老板看上了华英 他坚持要见一下俊彪 到底怎样的男人让他神魂颠倒 了解到俊彪只是个普通的大学教授 华英妈妈的脸便阴沉下来 直言他给不了华英想要的生活 不如放手让他回美国 到家后华英心情非常低落 俊彪知道自己此时应该留下陪他 他偷偷给儿子打句电话 爸爸积压的工作太多不能回去了 智秀非常生气 可儿子却好像无所谓 反正他来的时候也没有很开心 华英知道俊彪留下有点感动 可还没抱上一分钟就被打断 智秀责问俊彪怎么能对儿子爽约 华英读过电话争吵起来 智秀说他们法律上还是夫妻 轮不到你在这只手画脚 华英背弃到胃痛 俊彪慌忙开车送他去医院 可就在这时俊彪的父亲突然过来 智秀赶紧打电话让他回家 到了医院患者家属登记 俊彪的吞吞吐吐让华英大为光伍 到家后他还没消气 华英此时快要疯了 这真是那个让自己奋不顾身的男人吗 这一瞬间他有些气馁 俊彪问他是不是胃还是很痛 华英摇了摇头 这次胃不痛了 但心却更痛 就在华英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智秀也想到了放弃 他对儿子说妈妈可能撑不下去 庆明董事的安慰他没关系 他也看不到爸爸有回归的希望 之前联系上的那个男人 也在慢慢地走进智秀 听说智秀想开一家三明治店 男人马上送上鼓励和祝福 华英躺在床上越想越难过 这根本不是自己期待的人生 面对他的苦苦哀求俊彪还在犹豫 他希望华英再给他一点时间 可一点时间到底是多久呢 华英真的很想知道 母亲终于要回美国了 临走前还敲诈了一枚硕大的钻戒 当他知道俊彪有家产继承 马上换成了一副恶心的嘴脸 回去后华英问俊彪什么时候离婚 俊彪说答应给孩子缓冲期 不然孩子会以为爸爸是个骗子 可男人却无情拒绝 他不想把人生搞得那么复杂 华英却说这是自己的权利一定要生 东和还是没有放弃劝说姐姐 让他把俊彪还给智秀 他不想看见华英把自己糟糕的人生 强加给最好的朋友身上 可华英却不愿放手 即使所有人都不理解 他也准备毫无保留付出所有的热情 东和对他无可奈何 他思考良久终于做出一个决定 现在唯一能阻止他的只有俊彪的父亲 东和恳求会长能够导正一切 老爷子英沉着脸非常生气 经过一天的调整 华英的心情也变好了不少 他想和俊彪一起出去散散心 俊彪很难得表示了同意 他们一起来到附近的一家冰淇淋店 却无意碰见庆明的同学 同学妈妈赞叹庆明的妈妈真漂亮 却被孩子无情地拆穿 俊彪再一次感觉到了丢脸 他埋怨华英为什么总要喊他一起出来 可华英却反驳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 第二天智秀叫来俊彪 他已经考虑好了尽快去办理离婚 可俊彪考虑到财产的继承 反而拖着不答应离婚 返回屋内智秀接到朔俊的邀请 男人帮他找好了一处合适的店面 现在想和他一起过去看看 可途中却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 现在立刻马上过来 不疑会俊彪也收到了一样的通知 两人一起赶到老头子家中 俊彪好久才回过神来 他表示和智秀已经不可能再复合了 请父母不要干涉自己的选择 老爷子听了火猫三丈 俊彪回去后心情郁闷 华英想和他说说话 可以开口谈的都是智秀和庆明 从开始的离开一分钟变回思念 到现在看到对方都觉得厌烦 这份感情已经危机重重 俊彪的父亲派人找到华英 如果他现在放弃离开 就会得到一笔非常可观的补偿金 可华英却冷冷地拒绝 回去后他责问俊彪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瞒着我 看着男人总是垂头丧气的样子 华英说如果已经厌倦了就要说出来 什么都不要追问痛快分手 俊彪表示已经明确告诉了父母自己的态度 华英这才慢慢安心下来 可事情的发展很快会给他们迎头痛击 这天一家三口去医院看望会长 却被拦在门外不让进去 会长正在与律师和会计商量重要的事情 母亲单独把俊彪叫到一边 母亲还说如果不和智秀复合 他的那一份也要给庆明 一毛钱都不会留给他和华英 俊彪看着母亲慢慢红了眼眶 他觉得父亲对自己好苛刻 一直拿财产为难他做出抉择 当初阻止他和智秀结婚是这样 现在阻止他和华英在一起还是这样 俊彪伤心的含泪离开 也意味着他和华英接下来的生活 将会迎来更大的挑战 俊彪把母子二人送回了家 却贪坐在沙发上不愿意离开 智秀看他可怜的样子不忍心的他走 他也终于对智秀说出抱歉 落寞地告别了智秀 俊彪在外面失神了好久才回到家 华英突然告诉他 自己因为做不好菜找了个家政 又是一笔开销让俊彪有点不开心 他告诉了华英父母的决定 华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他问俊彪这样是不是可以和智秀离婚了 可他却说父亲身体不好 如果现在离婚肯定会大受刺激 华英一下子惊呆了 不仅一分钱财产都没得到 就连离婚也不能吗 华英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难受 这个让他背负愧疚抢来的男人 为什么一直让自己流泪 可那个男人也付出了代价 华英说对不起 很抱歉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我不会因为钱而放弃 他依然相信只要相爱什么都可以克服 第二天智秀约见俊彪 把之前跟他要来的存款还给了他 觉得他现在应该很需要钱 他还拿出自己已经签好的离婚协议 劝他不要再犹豫不决 造成另外一个女人的伤心痛苦 两人都做了最后的告别 曾经的海誓山盟 如今只化成泛红的眼眶和滑落的泪水 在家的华英遇到两个不速之客 房东带着大楼的住户代表 要求他们立刻搬走 华英嚣张地让他们逼你 表示在合同到期之前不可能搬走 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俊彪的父亲想要见他 华英如约来到会长家中 俊彪知道后也匆匆开车赶去 他害怕华英乱说话刺激到老头子 只见到第一眼 老头子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 他劝华英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俊彪现在那么少的月薪会生活艰难 华英表示他不是为了钱 而且智秀和俊彪已经在办理离婚 自己没有退出的理由 他的话让老爷子火冒三丈 他让俊彪赶紧把这个妖女带走 回去后华英感到心里焦脆 他哭着说想搬走 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经过一夜的调整 华英已经不再那么难过 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大姨妈来了 这个月依然没有怀孕 一股深深的失落再次涌上心头 为什么不想遇到的事情接二连三 想要的却一个也不来 他旁敲侧击地询问俊彪 为什么和智秀只生了庆明一个孩子 俊彪说智秀怀第二胎的时候 因为身体的原因流畅 所以后来就决定不再继续要孩子 他告诉智秀已经见过华英了 无论是说话还是长相 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当初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女人留在身边 智秀说自己真是个傻子 临走的时候 婆婆也把他豪华的车子送给智秀 智秀终于绷不住大哭 整整二十年了 公公婆婆才真正地接纳了自己 如果俊彪没有做出疯狂的事该有多好 华英终于决定搬家了 他特意过来和智秀告别 真的很抱歉对你做了这么恶劣的事 但我曾经真的喜欢过你 智秀一个人喝着酒 当听到他们要搬离这里的消息 突然有一种真正结束的感觉 华英费力地整理着屋子 虽然很累却充满期待的小关系 终于可以一起开心地逛街 终于可以一起惬意地散步 原来重新开始的感觉这么美好 华英卖掉了奢侈品包包 然后参加厨艺培训班 曾经的堕落天使决定减去双翼 正式成为一名凡夫俗子 他们的感情也仿佛回到最初 失去的笑容逐渐回到华英的脸上 可老天的惩罚并没有停止 正在看书的俊彪接到同事的电话 关于他私生活的话题 已经在学校的网站上流传谈 意味着他的近身泡汤 华英突然觉得有点气馁 他发现只要没有离开韩国 无论躲到哪里都逃不过世俗的指责 可俊彪却说不能离开 因为这里有他割舍不断的亲人 可亲人也有离开的一天 智秀的父亲突然去世 俊彪怀着沉重的心情过去吊咽 却遭到所有人的指责 智秀让他最好还是回去了 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会欢迎他 他不想让儿子看到他被羞辱的样子 看着伤心的智秀 俊彪羞愧得心仿佛痛得无法呼吸 时光飞逝已是一年之后 陷入爱情的华英仍在苦苦煎熬 脱离婚姻的智秀却是春风得意 他的三明治店生意兴蒙 甚至何硕俊的关系也在逐渐升温 华英却发现自己还没怀孕 他让俊彪今天空出两个小时的时间 和他一起去医院做个检查 华英检查过自己一切正常 可俊彪却眼神闪躲好像有什么意义 华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像晴天霹雳当头一击 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全身麻木 我一次次充满期待去医院检查 想尽办法求你上床 原来你只是在装作若无奇时看我表演 俊彪请求他体谅一下自己 不想让庆明认为他是个毫无责任感的父亲 可为什么你总是那个被体谅的人 智秀因为体谅你而被伤害 而我也让以前的李华英消失无踪 慢慢把自己变成金智秀 华英终于认清男人的卑鄙自私 对她的话一个字都不相信 除非她马上去医院恢复 华英一个人出来疗伤 不知从何时开始 自己好像流进了这辈子所有的眼泪 她平复了心情终于回来 可她却说虽然可以继续一起生活 但不会像以前那样爱你 我只是想和最爱的人生一个孩子 可惜你现在已经不是了 华英在这里一个朋友都没有 所以最失落的时候她又想起智秀 她佩服智秀可以和那个男人生活那么久 难道不觉得她很自私吗 智秀却说那个男人曾经不是这样 是自己凡事都以她为中心 所以她才慢慢变成现在这样 华英却始终不能原谅 一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人 却不希望我为她生孩子 智秀忠告她不要试图做一个完美妻子 自己就是因为那样 让人慢慢感到厌烦最终被抛弃了 告别智秀华英来到一个小范围 只有把自己关罪了 才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吧 只有把自己关罪了 才能面对那个卑鄙自私的男人吧 华英的妈妈从美国回来 她静止来到会长家中 开口就要了二十亿韩元的精神补偿 华英知道后崩溃了 她告诉俊彪的母亲你自己无关 可无论她怎么解释 俊彪母亲的态度依然坚决 华英回去后哭着恳求母亲放过自己 心碎的华英没有人可以倾诉 那个曾经可以依靠的男人 此刻的拥抱似乎也失去了安慰的作用 智秀想跟俊彪好好谈谈 华英现在过得很不好 但这是你宁愿抛家弃子做出的选择 所以一定不要再让她失望 可已经越走越远的两颗心 还能假装若无其事继续敷衍下去吗 虽然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华英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她让俊彪吃饭睡觉都不要掉以轻心 自己随时会控制不住杀了她 两人开摩托车去安眠岛散心 本来激情的约会之旅 也因为想起一些事变的索然无味 华英说第一次见到你已经两年多了 两个人对上演也有一年半 可你瞒着我去做了结砸手术 让我到现在所遭受的各种耻辱 都变得毫无意义 虽然每天会活得很无聊 但岁月应该会不知不觉流逝吧 回去的路上华英泪流满面 因为接下来的生活 自己将成为没有梦想的行事走肉 她不想给俊彪做饭 两人因为一点琐事都会发生争吵 她让俊彪出去吃饭的时候 带上锅顺便买点解酒汤 俊彪认为男人拿个锅出门很丢脸 可华英却根本不懂 他又打电话给智秀 自己现在每天想个风 一下很想把俊彪杀了 一下又很想放过他 俊彪也时不时喝醉睡到中午 他让华英帮他去书房拿一份资料 华英却无意发现另一份文件 正是智秀签好的离婚协议 华英的情绪彻底失控 他质问男人为什么一直不去办理 俊彪也有些慌了 他说明天一定会到法院去 后天就和智秀一起去见律师 男人的行为让自己变得如此卑微 华英怎么可能还会相信 虽然俊彪马不停蹄办好了离婚手续 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却发现华英已经打包好自己的东西 他要放弃离开了 这个男人把他的自尊心踩在脚底 虽然生活在一起 可他从来没有放弃和另外一边的联系 甚至残忍地谋杀掉他生孩子的愿望 他把和前妻的离婚协议书 当成贵重宝物一样珍藏起来 而自己却傻子一样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他这次离开的远远 到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寻到过往的地方 飞机上华英失声痛哭 泪水中有他的忏悔 后悔认识了你 后悔鬼迷心窍 另一边的智秀拒绝了朔俊 他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每天忙碌而充实 两个人就像朋友那样自然相处了 银秀夫妻虽然想撮合智秀与俊彪复婚 但两人也都不想再回到从前